而这个中台小犬吹起狂风 花莲美伦地区受到地形的影响 加上邻近的花莲港 感受到的风势就更加强烈了 4号下午就有一名女外送员 因为无力招架瞬间的阵风 直接被吹倒在路中间 还一度被压在机车底下 索性遇到巡逻远警才得以脱困 而警方也呼吁台风警戒还没有解除 民众都要避免外出 一面发生危险 远警开车巡逻 经过花莲市区 发现一名外送员 试图扶骑倒地机车 赶紧下车协助 两名远警把车扶起来之后 外送人员试图骑车 可能因为风速强劲 外送员最后放弃了 改用手牵车 远警还得在后头扶着 好不容易才把机车推到附近骑楼 开始了 好强哦 那个风好强哦 远警上车 风又开始不停狂吹 就在4号下午一点多 远警是开车巡逻 经过花莲中心路 发现一名女外送员 在外送途中 不敌强风吹袭 连人带车被吹倒 外送员还一度被压在机车下 巡逻车是停靠路边 远警下车 顶着强风上前帮忙 驾驶机车遭瞬间的强风吹倒 然后并被机车压倒在地 无法动弹 本人所立即上前协助 将车辆抬起 并牵制安全处所 停放 索性驾驶并会受伤 避免二次伤害 最后是将这名外送员的机车 迁往附近骑楼 确保人车安全 台风来袭 外出注意 人车平安 记者综合报道